线上展示就是另外一种开会的方式 我们可以利用简报展示内容 在投影片放映里面 线上展示就可以做到这件事 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在开会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把简报的内容直接 例如说给别人看到 也许他没有办法到我们的会议室 一起跟我们及时的面对面来去开会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线上展示 然后传送到 例如说他的手机画面 或者是他出差在外面 他用notebook也可以连线进来去观看 那我们怎么样去操作这个线上展示呢 点选投影片放映 线上展示这项功能 点选连线 然后将这一个网址 例如说复制连结 或者是透过电子邮件传送 当我们今天复制这个连结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例如说 LINE直接发送给对方 或者是透过电子邮件 寄给对方 接下来启动简报 当我们现在启动简报的时候呢 对方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 跟我们一致的画面 这就是线上展示 这就是线上展示